陳前總統 保外就醫 這個啊 不只是 醫療的問題 醫療的問題 也不只是法律的問題 它更是政治問題 也是社會問題 陳前總統在牢裡已經四年多 那社會對他這個案子 也有很多的討論 我想 最大的 民意公約數 甚至於 在民調中有過半的人 都認為這個事情 要好好的來處理 我們希望馬英九總統 能夠層次高一點 格局大一點 好好的思考 陳前總統 保外就醫的問題 這個 再問一個問題 就是胡志強說 郝龍斌啊 分源那個點 保外就醫是 跳火坑燒傷自己 那你想怎麼看 胡志強這個評論 誰 胡志強說 郝龍斌是 跳火坑燒傷自己 好好的 我想我們剛剛已經提過了 我想大多數的人民都同意 陳前總統的保外就醫 不只是醫療問題 也不只是法律問題 這絕對是一個政治問題 也是一個社會大家所關心的議題 那我想馬英九總統 國民黨 應該要有 更高的層次 更大的格局 來思考這個問題 我們非常同意 就這個問題 就阿扁總統的保外就醫 可以 去縫合社會的傷痕 減少社會的對立 尤其陳前總統他 也已經服刑四年多 如果不是在社會的共同關注之下 其實身為前總統 他在獄中啊 不僅沒有特權 他反而受到 是更不公平的對待 那也因為大家的關心注意 那多次的探訪 其實甚至於很多的醫生 也都認為陳前總統 就他的生理跟心理 其實健康狀態是堪餘 那我們認為馬英九總統 就這個問題 應該要嚴肅的思考